刚过完年大家就要开始来准备今年第一季 甚至是第二季的题材了 第二季当然大家每次都在期盼这个股东会 到底这个融资融券或者是今年除权除息的状况如何 大家开始要提前做功课了 不过在宠马面当中我们要先来观察一下 这个融资融券强制回补的过程当中 到底对于股价会产生什么样的先行反应 其实最近有一些股票已经开始嘎空了 但是讲这个之前我前两天看一个 我自己看一个图 导播请打出我们大盘的周K线 告诉大家周K线 为什么到有机会这波先攻到1万6的周K线 我们看大家看 你看这个从1万8掉下来 这个是什么形状 头肩底 头肩底的话 要对称的话可能到这个紧线的位置 1万6 那么再来我们从这个12629 大概算126公到差不多1万 好就算1万5 差不多1万3到1万2千点 这再往上公2千点 1万4到1万6 这个是理论上可能性的 可能性非常高 这个说法给大家做参考 这是我前几天看 有机会 当然还看外资 外资会不会继续拉 但是你不要等指数拉到1万6 1万6千多很高点的时候再跑去买股票 结果又套牢了 好我们回头看我今天帮大家准备的专题 就是我们现在 2月份过了之后 3月份4月份 很多股东会这个股票截止过户 那融券更要提前几天 要融券回补 大家来看 你看创意 前两天股价涨到800块 券支笔63 今年以来到星期五可能买更多了 1000多张 融券融券更多了 好我们先看这档 这档是最近最强的股票 这个3443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融券 这边融券融券 这个是融券椅子 对券支笔 你看看到没有 嘎空 融券都没有回补 好接下来我们先看这个名单 还有一个高利 高利也是一路往上拉 这个待会冠心要讲轻能源概念股 也是有高利在 但是股价有点高的 你看券支笔56% 法券买超也是1000多张 融券6000张 吓死人 好待会你看天育 这个券支笔54% 法券买了2万多张 融券3000多张 南光 南光怎么也列在里面 南光前一阵大涨 融券一直空空空 券支笔也45% 法券买超4000多张 融券1300多张 联电 这个联电有细看 你看联电券支笔40% 法券买超32万张 大家记得过去这个礼拜 外资拼命买台积电买联电 买最多的 有没有 再你看这融券 39000张 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高利 我们很快瞄一下 8996 你看高利的股价 再拉到200 这边融券有一点回补 有点回补 这个好接下来再看 你这个4961天狱 天狱也是一样 你看都拉一波 融券也认 也有点认赔回补 你看这边放空 这边放空认赔回补 那认赔回补的同时 就需要担心 如果融券回补完之后 多方的力道吗 对多方力道 那还看法子还没有 继续往上拉 但是这边 你看融券都已经认输回补了 但认输回补天狱 融券还有3000多张 3000多张也不少 你看看南瓜 1752南瓜 南瓜过去介绍过 介绍过都大涨起来 下来 你看融券稍微有下来 融券开始回补回补回补 大概有一点赚 但是南瓜的融券 还有1000多张 好戏在后头 连电 导播请打些连电 看连电我最近观察 连电的股价这样 从41块拉到50块 算拉10块钱 你看券支比拉到多少 40% 融券那么多 那融券我这边统计是 39000张 怎么办 连电他去年赚多少 赚5块钱 所以股价会不会掉下来 很难 所以我研判这一批这个融券 可能必须被迫 认赔回补 这是集中市场比较明显的部分 那OTC的也是有 OTC的张数比较少 但是走势 也可以给大家一起做参考 你看文贸 文贸去年第一段强劲反弹 券支比60% 法人买超14000张 融券1700多张 利望 利望这个 在IP股 券支比55% 法人买500多张 前两天可能又在加码 融券又200多张 泰帽最近很巧 泰帽可能有转机 一路拉 这个券支比43% 可能又更高了 法人买超1400张 融券700多张 金居也是很热闹 过去真的 同伯基板的上游 金居 券支比38% 法人特别喜欢 很奇怪 待会我们再看一下 我买了 一万九 将近两万张 融券3000多张 融钢 券支比53% 那法人买超11500张 融券7000张 预创 前两天又公了 拉上来 又是那个什么 苹果USB的概念股 那预创 卷支比59% 那这个法人买超3000多张 融券 哇那么多 我们很快看一下 从文帽这边来看 3105文帽 你看文帽拉一段 这个融券也有 刚刚讲到 认输 这边认输回补 但高点 认输回补 那力旺 3529 你看力旺也是 拉一段 收到最高 但融券不死 没有很多张 只有几百张 泰帽 2230 泰帽这一波 可能就是有转机 你看 从30块 涨一倍 一年年出来 就涨倍股 泰帽你看 融券这边 哇 这个不死 所以 这个叫小心 你在操作 你在一直去空单 特别要小心 所谓小心 就是说 现在空单不要再追了 空单不要再追 空单操作就可以 但空单通常 像这 一根红两根红 在这边融券就要停损掉 你必须被迫停损 尤其是 有法人跳进去的时候 你赶快停损掉 否则后面 你赔一大段 所以你觉得现在 也不是适合融券进场的时间点 不会 不会做的 不要做 融券在什么时候 你知道吗 股东会之后 除悬席之后 没有融券被迫回补的压力 那个比较好 尤其股价高点 然后看到大股东的筹码 法人筹码 散出来的时候 再来做融券操作 现在不是做融券操作 为什么 股票回补嘛 开股东会嘛 配股配息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很快看一下 8358金居 金居也是这波 你看 从34块涨到 要涨一倍 融券 不补就不补 像这个融券 大概都被 扎到了 融钢 5009的融钢 融钢这边 也是很厉害 从今年初 30块涨到 41块 涨到11块之多 这边融券一大堆 融券都在这边 被扎了一段 这个就 这个不是高手的 你随便天上讲 就空 大概很多都会 这个死在高点上 融券在高点死掉之后 股价才会掉下来 历史上太多 不升美举 太多 好 最后一档 预创 五三五一 你看预券 在星期五的时候 还往上拉 融券 融券那么高 券支比 59% 这融券有 8000多张 各位 40块涨到50块 融券这边 打不下来 预创 大技术 预券股价 很活泼 当充很多 主力很喜欢做 在二三月 一二月 你不是融券高手的话 不要随便乱做 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谢谢 那刚才讲到的是 在融券 就是在整个筹码面 当中来看 那至于在产业面 当中 今年呢 不管是在全球 能源大战当中 一就是打得如火如荼 那台湾的版图 又会重现 什么样的重新配置呢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